繼續黑客工房系列報導 有曾經被黑客勒索的機構說 掙扎過是否支付贖金 網絡安全專家說 一般不建議向黑客骨服 但都有例外情況 有許希同說說 我思考了一會 究竟是要給贖款 還是要進一步報警處理 有本地旅行社曾經在2017年 被黑客勒索過百萬 當時擔任行政總裁的袁振凌說 有掙扎過給不給 黑客不可信 但你付了錢就未必會解鎖給你 因為裡面其實涉及不是單單公司的資料 大部分是客人的資料 事件導致20萬客戶資料外洩 部分是敏感的信用卡資料 公司說事後已經即時通知客戶 最大損失是聲譽受影響 香港人是滲亡 感覺上很快就忘記了 我會覺得有些中小企 如果它真的 譬如說它的back up 它真的沒有了data 我覺得會有很多企業它會避 我們絕對不建議給贖金 因為你這樣就等於是資助了犯罪集團 也不建議跟他們去談判 不過都有例外情況 例如可能供不到電 提供不到水 你可能滋擾到一些人 譬如說兒童醫院中了立屬原件 因為牽涉到一些衛生醫療的器材 如果它不給贖金 是真的會有人命的傷亡 網絡安全專家 和私隱專員工署都強調 任何機構一旦遭受網絡攻擊 令資料外洩 負責任的做法是立即報案 和通知受影響人士 正規的做法 我們叫做containment containment的意思 就等於我們之前疫情的期間 隔離 你不想這個攻擊再擴散 第二件事就是eradication 黑客進來會漏很多後門 它漏了後門你就要清洗 第三件就回覆 警方就說 在保障網絡安全方面 已經做了很多功夫 網罪科的網絡安全中心 24小時運作 協助政府部門 銀行等 防範針對重要基建的網絡攻擊 NOW TV記者 許希同報道